金融揭秘 大家好 今天最重要是说上星期的日元和黄金 日元这个盘已经放弃了 因为整个盘都集中在Rising Witch 而Rising Witch在上星期五收市是达不到的 达不到不是说接着也达不到 但起码一个星期达不到我就放弃 因为有这么多货币好炒 为了一个纯技术性分析去炒 加上给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一直跟着它整个星期 在一个星期之中 到星期中的时候已经开始转变 但我们都坚持到 因为我们有放止损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一定要止损 是止了 但止了它继续升上去的时候 还未到星期五 所以又再开发 但也未到 所以我暂时都忘记了它 这是交易之中的其中一个教权 其中一个 很多都不得了 我慢慢会告诉你 第二 大部分的上上上下下下都是由于中美贸易协议 而大家不要忘记黄金 这个大长金 我不厌其烦说了很多次 这个盘是长命盘 不止是长线盘 是长命盘 当然不是长命到你死那天 起码长命到你退休那天 即是香港的NPF一样 没有人会将这些 就算是NPF转来转去 世界上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 除非核子弹射到来 你都不需要改 因为这个不是你全部的财产 只是由10%到30%之间的总资产 而黄金在今时今日 根本绝对不能在总资产之中是零的 明白吗? 最少这些要有10% 因为上星期的风风雨雨 也影响到我的心情 我亦叫大家在1465至70之间 最近才进入的是1480 因为那里输了 你仍然会坐着年多前一直开的大长金盘 现在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15% 这周末我们的搏击会 这个搏击会是非常有用的 不要说会员 我自己都得益 因为我虎藏龙里面 很多比我更好的炒家 和得到他们的资讯 我没有的 我经常标榜自己全球的资讯 我都有 是比所有人更快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但有一个地方 我是拿不到 甚至不知怎样拿 就是中国内的消息 官方出的 我当然有 肯定比你们更快 但如果不是官方出的 有很多地听图说 或者什么物物 我是不够 我的会员拿得多 尤其是有些会员是在中国大陆 中申社北京11月7日 不是很前 是上周末 公布外汇储备 到10月为止 外汇储备仍然是31052万亿 美金 即是他拿着这3万1千亿的储备 其中美债的部分 那1万亿左右 完全没有沽 但是我留意的不是今天说的 是说金 官方 如果你相信官方 是6264万安士 从市场一向所得到的不是差太远 是多了一点 但是有一句说 自此到此为止 结束了连续10个月的黄金增持 很多人看外汇储备 很多人看外汇储备 整篇稿 是每个字去看的 咦 有哪个字 上一次说的 今次没有说 只有一个字 一个字 非常之重要 即是说 我们看外汇储备 不是只看一句 我有金盘 他说不再买金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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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 尤其是我们的金盘是大长金盘 先看清楚 你这么长线的 要不需要走 我的超级大户都不走 先给少少讯息 因为你们都不知道 哪个是我的超级大户 不算是expose了他们的盘 第一 是否一早十个月前 已经说明是做十个月先 现在十个月 外汇当然会说到 那十个月的行动 完 即是十个月前所定的 十个月的行动 是完 但是 但是 这个行动 到此 会不会再行重整另一个计划呢 这个计划可能真是金跌 他说我沽翻出来 那就大差获了 那这个行动 会不会全部停止呢 那这个 即是说那些金盘 不会因为中国央行买而升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好 还有 还有 是否暂停 什么时候又开回来 这个 不出奇 你只是说人民币 曾几何时 曾几何时 他说七算不准过 是否 那我就告诉你 七算会过 那真的 他就改了 由易刚先生出来说 其实七算 不是一个死定的水平 对啊 做中央银行 哪一样东西可以死定的 没有的 每样东西都没有必然 所以大家就见到超过七算 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 他现在又跌回到七算之下 他没有说话 好 最重要最重要 有一件事我想到的 喂 我不再用我的储备去增持 但是仍然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去增持 什么方法呢 将现在的美汇储备 外汇储备 美金的外债 美金的债券 TREASERY 那一万亿美元 可以用这些 将它转移到黄金 对吗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猜中 不过Anyway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卖美债呢 第一 你卖美债 我为什么要卖 为什么不等到它到期 到期是赚足的 那个Coupon 你买回来的时候 那个Coupon赚足的 而也不受到TREASERY的价格影响 根本没关系 你持到到期 即使跌至母亲都不认得 也不关你事 你都不是因为那个价钱 如果你跌至母亲都不认得 更好我又可以再买了 到期就可以再买 看低价度 那我用什么动作呢 很多人真的不明白 这地方我说来说去都不明白 你们去书局买本债券的书局 慢慢看清楚 其实不用我解释 我都免得解释 否则要加价 这个世界是说钱 不是说什么 外汇储备完全没有减少过 还增加了少少 当然这个外汇储备 以美元等值来计算 当然要跟着美元的走势 也会影响上路 尤其是现在全球贸易的局势 都是向下 在特朗普的关税战下 全球贸易尤其是制造业都向下 还有所有主要国家央行货币的政策 和银根政策都一直在改 全球利息都一直向下走 美国脱欧又没完没了 12月12日又说大选 大选之后哪个上场都未知 还有美汇指数又上上落落 主要国家的债券价格全部跌到价格 中国究竟有没有卖美债呢 刚才我看他的外汇储备是没有的 但这个也不是一定的 因为坊间突然传来中国又沽了不知几百亿美债 我不相信的 尤其是几百亿美债也有什么 现在美国为了那条inverted yield curve 那条倒挂知识 它是要再使到长线的美债知识升上去 一方面短期的它就减息 原本那条inserted yield curve是这样的 现在慢慢摆平 现在慢慢向上 这就不是inverted 明白吗 因为短期在这里 远期在这边 原本这样是不是倒挂了 短期高过远期 现在慢慢持平 所以他们将这个做法 慢慢将那条inverted yield curve 咬回转 让市场不要说经济衰退快到了 还有一样 我经常都说他们现在又开始买债 买Bank bills 他说不是 This is not fucking Koe 你便听他说 为何我这样说 黄金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佔比 是否应该说佔比 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只要懂这句话便可以 我这中文说得不好 黄金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佔比 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他随时可以出来继续买 是人、是炒家、是投资者 你都知道不会高价去抢货 就算你不当现在是一个高价 你说很快1600、1800、2000 你便说话 对不对 最适合香港这句 你说话 是的 我都相信会 但我就是要便宜才买 你出不了我帐 因为这是外汇储备 黄金储备 你越买得便宜 是很长线的 看 所以 何必呢 现在去抢1500以上 等它下来些你才买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即是说 给了一个什么的策略给我们呢 Buy on dips for long term gain 见低才买 低成怎样 这么快话 你听还值钱吗 最后 最后 基础 中国跨境美元流动 是保持稳定 外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 但外汇储处备的规模 是稳中有升 即是说 你们不用担忧中国有什么事情 担忧担忧自己本部 担忧自己怎样去炒 怎样去增值 怎样去补本 而大长金仍然是一个保本保值 走难时要用的一个 在你总资产之中 一定要有不可或无的一个资产 现在我已经将它减到15% 几乎可以说是减无可减 还可以减多5% 如果是必要事 永远不可以弄到自己的资产也好 任何事情也好 所有子弹都用尽 不可以再做 说完就是了 一路由投资美跟你说 最多都可以弱到7.85% 有没有说错 现在是什么 7.82% 到现在 听我说的 都收拾了三百点 对不对 是这样 我是好乱串的 好乱串的